投票權本身就應該是政治參與權的一部分 如果你要講回歷史最後 講回頭 我先講講中共講的哪些是不對的 中共當時九十年代開始 我們實行民主對付西方這些 他們從基層做起 就做村民選舉一個村道 但是二十幾三十年始終停留在村民選舉 後來國內有些朋友來跟我說你不對的 村民選舉不是選舉的開始 我現在選舉本身是你選你不認識那個人 從這個開始才是真正的民主選舉 不是你隔壁認識的街坊 自古也有的那種選舉 自古人就有一種集體 人就有這種選舉的慾望 為什麼他來管理不是大家可以監督他呢? 你肯定是有人管的一個地方 一條村也好 一個院也好 你有行政單位就有人管 有人管為什麼他管不是你管 這樣有一個合法性 人都有這種慾望 尤其是越到自治社會 基本的一個概念就是有選舉 所以選舉就是怎麼說呢?選舉權就是大規模的選舉權 應該就是法國革命以後開始的 因為選舉權跟什麼聯合一起呢?跟公民權 這個概念就很重要 什麼叫公民權? 以前法國革命以前的概念 人不是公民來的 人是神民來的 人是神民 現在英國都說是subject 但是他也是citizen 他有兩個怎麼說呢? 他是立憲君主制 我們不說 但是他主要人的核心是公民 這個是citizen 一個公民的概念就是不受種族 不受他的出身 不受什麼?他有一個很基本的平權 法律之前人人平等 所以公民權如果人人都是平等的話 你政府原來是君權神授 現在當然是政權是民授 人民怎麼授這個政權 除了選舉權沒有別的 其實當時美國國父 國父立憲的時候 他們很不相信人民的 憲法要做什麼? 就要做到限制那些暴民 但是呢 有一條很明白 如果沒有選舉 如果人民沒有參與權 那就一定呢 人就會爆起身 那就是暴民政治會成為現實 幾千年歷史證明了一點的 你可以不給人民任何參與權 到一定程度呢 人民不制的嘛 又來一次輪迴嘛 怎麼避免這種暴民政治出現 所以給人民選舉權 是他們認為 能夠使得社會長治久安的 一個很基本的做法 所以這個事情很有意思的 就是選舉權有一個最基本的 我們現在做香港議會 有一個很基本的解決的問題 就是哪些人有選舉權 哪些人有選舉權 哪些人有公民身份 我們看到二十世紀以來 公民的投票權身份 是越來越擴大的 你看到美國建國的時候 只有15%的人有投票權 為什麼呢? 第一個是男性 女性沒有投票權 第二個呢 那些人要有不動產 為什麼有不動產呢? 當時沒有這種監票網絡 你這個人騎著馬 今天投這裏 騎著馬 走去台地 你投很多錢 而且當時那些人 中國古人說 無行產者無行心 你如果沒有不動產 你對這個地方就不負責了 他這樣制定了選舉法 就是選民資格 但是後來呢 因為手段越來越發達 但是登記 第一個人 原來投票從一個月投票 就變成最後投票一天 大家就不能走那麼多 而且有一套選民登記手續 就發展得起來 到後來呢 1920年美國婦女可以投票 其實最早婦女可以投票 應該是丹麥還是丹麥 應該是1908年 英國要遲到1924年 我不認得不準確 美國是1920年 所以二十世紀 是很多原來在社會下層 從婦女到少數民族 到移民到什麼 逐戰大家獲得投票權 越來越大 其實香港是倒轉來走 香港倒轉來走 原來香港應該就是 英國人已經說 那時候第一個英國的議會選舉 已經開始了 彭定康他們那時候 已經開始民主了 但是有一個問題 就很重要的 要說明就是 民主的前提 要是自由 沒有自由沒有民主 沒有自由的民主 是假民主來的 這個自由包括什麼呢 包括你人自由表達意見的自由 不要說你說兩句下面 一群人打你一場捉你坐監 那些再投票就不用說 大家會害怕的了 第一 人身自由 人要有新聞自由 你新聞界都不可以 將參選的人全部抵朝上翻出來 我參選的時候 被人搜到我不知道什麼 多少年代的東西都搜出來 我自己都忘記了這些東西 但是你有新聞知情 人民有知情權 你有法律保護 你整個法律保護這個程序 不要給一幫流民那些人 所以這些是民主選舉的前提 所以我覺得英國人給了香港的一個法治制度 香港有很現代的法律 香港人有安全 香港人有自由表達 有新聞自由 有各種人身自由已經很多了 到時候自然而然就需要民主 有民主權利了 但是共產黨來的之下 倒轉走的 一路在剝奪你的權利 到現在 這十年 我們從2003年釋法開始 我們看到香港的自由和民主一路倒退 這個是現代社會奇葩來的 嗯 明白 明白 小夏 我還想你解讀這個問題 就是它有了英國的投票權 它有了英國的投票權 當然你變成 它會效忠過忠於中國 如果沒有效忠於中國 中國共產黨 中國大陸的國家 它效忠於英國 沒有衝突的 因為英國在香港 不是一種衝突狀態 香港也好 香港也好 好像我們也好 從來都沒有需要效忠的 但是現在就開始了 你現在公務員 它就迫你開始要宣誓了 它開始一步一步迫你宣誓的 現在最近 最近 它迫你 美國的公務員 全部都要宣誓的 我宣過很多次 我公務員要宣誓 在州政府那裡做美國宣誓 宣誓 專手憲法 全部都要宣誓的 入美國籍都要宣誓 對於我來說 當然是 終於美國是第一件事情 對不對 就是 BNO我不知道英國的法律會是怎樣 但是呢 起碼我現在看不到 就是 因為BNO是正式承認的香港身份 它不是說 比如你香港人拿了美國護照 美國護照 就另外一回事 你拿BNO是正式承認的英國海外公民 所以我不覺得有任何法律衝突 是吧 就是說呢 它現在拿了BNO的投票權 就可能 拿的時候 可能就要發誓的 等於拿美國護照 都一定要發誓的 就是說 等於 入籍的時候就有個發誓儀式的 那它 它如果 香港 香港實在是沒有矛盾的 它再投票給香港議會 是沒有矛盾的 沒有矛盾的 沒有矛盾的 你現在情況是這樣 第一個我覺得BNO 就是 現在我看到新聞報道 我不是不清楚 看到新聞報道上 是可以登記投票的 登記投票 沒有人要你發誓的 登記投票就是登記 拿出護照登記 都沒有這個發誓儀式 大家不要搞 如果這個原來就是認同的 你是海外身份 今天英國 不過是多餘給了你另外一個投票權 我不覺得法律上有任何衝突 除非英國BNO的人從此以後 就不准香港公民 另外一回事 目前沒有看到這樣的情況 是容許雙重國籍的 所以這個不是問題 如果容許雙重就不是問題的了 就是說 又在英國投票 又在我們這個香港議會那裡投票 基本上沒有問題 我們這次呢 就是現在很多觀眾都在聽著 有幾千觀眾都在聽著 我們大家去了解一下 這次這個是一個新的議題 但是如果你是容許雙重國籍的話 我們這個香港議會應該就不是問題 所以看一下 這個是挺好的民主鍛鍊來的 第一次你參加 你真的參加一個真正意義上的投票 因為香港是那種 你怎麼叫雙鬼制也好 有些人就多你一張票 那種功能組 那種 中共搞到這麼複雜的選舉制度 其實世界上我真的沒有見過 這麼複雜的這種功能 那種功能組別 選特首另外有一幫人 這樣的制度 搞到這麼複雜 其實就是想沖淡普通人的選票 是 是 就是說他做事 搞到最後 你點頭點頭點頭 最後都是他做事 就算了 是的 這個走不掉的 所以 好不好 那各位 大家你們自己就著做 是吧 但是我就覺得 這件事情 小夏都說 這個是一個很大的人權 來的 他幫我們拿回 在英國 在英國有這樣的權 就是很了不起的 但是當然 我們很多人 離開香港的人 都是被迫的 就是都想在香港 將來都有這樣的一個好的制度 而且還在香港可以 而表達我們的權利 就是執行我們的權利 所以這件事情 就是完全是沒有抵觸的 我覺得沒有抵觸 而且 我想多講一句 這個問題 你知道英國人 在香港 就是你在英國 香港人叫香港人 他們在英國人口頭的亞洲人 是 其實都是指南亞 南亞次大陸的人 就是 他原來殖民地 印度 巴基斯坦 斯里蘭卡 這些人 這些人 你看到 這幾十年 大量移民到英國 英國 倫敦 很多巴基斯坦人 去到哪裡都撞了 很多非洲的前殖民地的人 也都移民到英國 他們 這幫人群 有幾個衝淡的英國 本來的投票 第一個 很多巴基斯坦來 因為英國福利很好 他們來了拿福利 中東那些移民 他們會投得比較左傾 所以你看到倫敦的市長巴基斯坦人 左傾 對國家福利 對什麼那些 大力在那裡 怎麼說呢 在那裡上升 其實英國已經搞得很窮 國力已經很差 這樣 其實香港人 我覺得價值觀度 跟南亞的移民不是這樣一樣的 反而比較像 英國原來那些 非移民的英國人 在努力工作也好 在信仰 家庭這些各個方面 都已經比較 比較接近 更多接近 英國 維多利亞時代傳來的傳統 所以我覺得 這麼多香港人 衝進了投票群 其實對英國這個變化 會有幾大的幫助 我希望 你看到這個情況很明顯 就是2016年 脫歐投票 移民 大城市的人 全部要脫歐 鄉下 跟美國一樣的 那種普通的人 全部要投票脫歐 現在歐盟本身 都面臨這麼多危機的時候 英國 可能很多英國人 好在當初脫了 很多東西不用參與的 我覺得香港人 如果在英國有投票權 都可以面臨一些 比較大的 國際性的問題 有很多考慮 應該挺有意思的 這個也是幫助香港人 參與政治 可能過幾年是很大的分別 他們現在都是區議會 他們參與 將來都是進去那個所謂 英國的正式的 倫敦 parliament 即是Westminster 是不是Westminster 叫做 不是 他就是叫做parliament Westminster的地方 OK 大概我們這個問題就講到這裡 我都可以在這裡 雖然我不是BNO 但是我都覺得 真的要非常感激 這個香港香港watch那邊 做到這麼好 而且很低調 又沒有出來 又沒有出來吹 又沒有出來唱 我們希望 他將來支持我們香港的議會 多謝你先 這個問題講到這裡 小夏 多謝你昨天請了我 我和你的朋友名字都不說了 我覺得 小夏真的認識很多人 還有就是國內出來來的 就是差不多全世界 美國人也好 大陸出來也好 香港人也好 台灣人也好 都認識很多人 就是我都覺得 就是這些人 真是全世界的精英的精英 你覺得現在他們對香港的看法怎麼樣 對香港的看法是很一致的 就是美國這邊的精英 你知道他們是民主黨精英來的 是 這樣 現在他們對香港很熟悉 香港這樣失去自由 他們很痛心的 因為你知道我自己的教授 很多研究中國的同行的教授 70年代開始研究那些人 進不了大陸的 每個人坐在香港中文大學的 大學服務中心做研究的 是 他們對那邊很有感情的 所以他們也是我們 包括金融界很多人 你想不到的 金融界很多人 你以為當然是靠著共產黨 但是他們在香港做了這麼久 人是有感情的 不只是金錢動物來的 所以應該 你前兩年來這裡 疫情每個人都不敢出來 現在疫情完了出來 我們可以多見一些人 你覺得他們多數是民主黨的? 他們當然是民主黨 不是多數的 昨天我們見到朋友是民主黨 不用說的 不用說的民主黨 提特朗普 有時候提特朗普 那些人馬上就變了 很多人都是這樣 但是現在大家看法有很多改變 昨天說的看法 他們知道我的政治立場 不是民主黨 他們當然知道 不要說他們知道 我整個哈佛 我們整個系都知道 我們社會學界 是百分之九十七民主黨 是 不是 我的猶太朋友 全部都是民主黨 那些人去絕到什麼呢 特朗普上場 他就說了 我不住在美國 他想拿我走 真的走了五年 現在還在外國 全世界都流浪 在太平洋那些島裡流浪 有些這樣的事情 真的 我真的服了他們 說真的跟特朗普 勢不兩立 有些這樣的事情 那些朋友 我們來都看不到他們 是 上層的大有錢人 很多是 那些大有錢人 那些 那些是 我學術界的朋友 每個都覺得 什麼這樣的 老實說 大家坐在桌子裡聊 有時候我一個人 要辯論很多個人 但是他們又說不過我 為什麼呢 就是他們全都在學校教書 我就會說很多 我採訪了哪個人 下面見到哪個工人 工人街上哪個院 就點哪個 他們又不知道 所以我後來 那些同朋友之間 都是有一場 幕談國事 免得吵架 那我真的 我也有 他們到底哪一件事 最不喜歡特朗普哪一件事 特朗普呢 是打亂了這個 秩序的人 就是他們原來 你知道賺錢 賺得很好的 什麼 一路呢 就是美國有一個統治階層 美國傳統的美國是沒有階級的 你老闆可能住你隔壁 房子大一點 有錢一點 但是呢 一般來說 很多 美國百分之七十多個小企業主 人與人之間很平等的 你看到香港人 就會覺得 為什麼 你那個人是誰 對於用人 大陸的人 就是服侍人的人 等美國沒有這樣的 所以大老闆出去掃地 一樣跟你聊聊天 那些人是這樣的 那種 但是呢 最近這幾十年 全球化都變了 所以昨天他們去Darwos Darwos給我也不去 劏了我也不去 這樣說完了 但是 他們就會形成一個世界性 是 嚇鬥啊 Darwos 是啊 他們會成為一個世界性的集團 這個集團 就覺得 他現在 一個美國的華爾街的人 或者一個著名教授 他跟他中國同行的感情和聯繫 遠遠多過跟他隔兩條街的一個 在那裡做店鋪 整個店鋪的那些人 所以美國這二十年 產生的階級分霸很厲害的 特朗普呢 無論他多有錢 他代表下層階級 跟他人的行為 跟他講話的方式 我原來都很討厭他 我是喜歡他的政策 我不是喜歡他的人 所以 但是我後來 我原來都真的不明白那些朋友 那些人怎麼支持他 所以 我2015年7月份開始跟他 一直跟去現場跟 後來在2016年初選的時候 我就走了去所有的鐵獸大州 我做了一部片 我一部片給你 你可以先給別人看 當時2016年做的片 失業過幾個州 失業率不是 失業是其次的 是絕望 絕望 絕望 覺得整個上層階級 拋棄了他們 那些絕望 香港人可以體驗這種絕望 真的在香港 在這裡 你看不到前途 很多美國人 那香港人 你說可以移民移出去 賣了一間房子也有些錢 那很多這些美國的下層的人 你他們怎麼辦 那我問過一個 當時Elyna 我問一個小城市的人 我說你們在這裡 又沒有工 全部失業 靠政府救濟 百人來的 原來很勤力的人 為什麼不去 紐約有工作 為什麼不去 他說我現在住在這裡 我這間房子是父母留下來的 我還可以一路生活下去 如果我一賣這間房子 不值錢那邊的房子 十幾萬元賣了 去到紐約 租房子的錢也不夠 是啊 那沒辦法走 又找不到工作 所以呢 那種 所有的工業 美國的工業移走了 但是給美國的下層的人 帶來的那種絕望情緒 真是 我昨天才跟我說 大家說起來 中國在幾十年中 真是麻醉 用鴉片麻醉了美國 用什麼麻醉 用錢 大量賺錢的機會 來麻醉了美國的上層 和它同步同撈 用大量的廉價的商品 所以美國的病都很重 這個大量賺錢 實際上我們昨天晚上看到 都算是大量賺錢 都算是大量賺錢 不是我啊 他們是 他們去大量賺錢 他們去大量賺錢 那些不是我 我不去的 他們很難脫離這個圈子的 這個圈子裏面全部是威威威的 就是他們互相這樣保護 互相威威威 他如果脫離這個圈子 未必能賺到食 是 未必能賺到那些大錢 價書就沒問題 但是你說要找那些很大筆大筆 就是那些每年有bonus 這樣那樣就沒了就脫掉了 那些發小財那些就沒了機會了 是啊 有時候就是這樣說 我自己就是哈佛幫助大家 那些機會大家都要拿著 我們當時你想想 90年代如果做中國生意 你懂中文、英文的 有很多機會的 我自己不是沒有試過做不到那些事情 做不到就是你過不了自己心理的一關 對於我來說 他們不一樣 他們在美國、台灣、香港長大 就不像我們那些 在中國千辛萬苦受了這麼多 就是我當時想過了 有些事情就很根本的一條 不去受共產黨的委屈 是 我不受得的 我最多不去打架 打到一路打了這麼多年 我轉身走人都可以吧 我不想走進去就是了 好 好 不好意思 開頭那一句沒有了聲 不知道為什麼 我提醒我就知道 幫我重複回了 沒有東西 missing 講到最後 我覺得那個中國人 我們真是傳統中國人 不是說現在那些被共產黨洗腦那些 我們傳統中國人 就是講那個人幫我們 我們幫人 應該有什麼心理狀態 這個很重要的 這件事情 對整個 我們這種 這些是我們西人不是很懂的 真的不懂的 所以西人很多官司 多到運 一天打官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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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啊 我們今天講到這裡好不好 小學 好啊 拜拜 星期三見